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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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GuruTry 今集讲的内容就是 改变你的身体语言 即是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应用到的技巧 让你可以避免成为一个容易目标 我会举一些例子 在不同的场合里 看看你可以做些什么 去防范这些事情的出现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pre-config的东西 即是前期在awareness 里做一些功夫 第一件事想说的是 就是关于身体语言 都是妈妈女人 叫你不要摔下头 用手提电话 或者去听歌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你走的时候 不要让人觉得你是没有方向 你要有个明确的目标 去一个地方 不是在这儿找着路 或者不是在这儿周围望 在这儿好像 方向塞塞 你很明确有个目标的走 就是急步地走 尤其是你回家 上班 其实你急步地走回去就可以了 那就不要在这儿留念 不要周围望 尤其是你知道自己 可能打扮得比较漂亮 或者你自己很重要的东西 就更加要这样做 第二点就是 跟你的眼神接触 其实是要有眼神接触的 就是因为你完全不去望 或者不去耍仇 不去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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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那个人 其实他对你 有没有在做一个上下打量 或者他有什么动作 有什么行为 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可以跟他 停留太久的目光 但是你也不可以完全不望人 但是你也不需要钉住他 让你有个感觉 有什么人在你附近 第三点呢 就是你 不可以作出一个很困难 或者你不要惹我 就是这样的态度 你这样也是一个很不利的 就是如果那个人本身心情不好 那个犯人 或者他那些人很臭底 就很容易被你辣情了 很多时候那些人在街上吵架 就是这样开始打架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发生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Sales Defend 我教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对不起 而不是吵架 和人家吵架 或者打架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Sales Defend 有一件事很重要 其实你是要 你是要去投生 你不是要去投死 请英这个行为是很严重的 就是会有些不自量力 除非那是你的儿子 或者是你的亲人 不然基本上 不要以为自己学了一些东西 就可以去请英去救人 这件事是很难道道的 这叫做牺牲 这个牺牲不是叫做请英 第四点 就是 其实尽量不要对人没有礼貌 因为你其实对人没有礼貌 很容易 尤其是香港人这么大压力 或者这么臭底 其实 你对人没有礼貌 都是没有着数的 很多时候 或者你不想撞清人 你就会说一句不好意思 其实很多时候 你会说一句不好意思 那件事就没有了 何必要跟别人斗戏 就是跟别人道歉 就是化解了一件事 你能够在语言上 在前期上的语言 化解一件事 那你就已经成功了 就不要一开始 凶人到别人想打你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缩 或者在这里说道歉 一来很难看 如来这样是对你不利的 那你一开始就说道歉 那你打赢他又怎样呢 那你打输给他又怎样呢 所以 有时候就忍了一件事 说道歉就算了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身体语言的事情 就是 譬如 你走着的时候 你感觉你一抽二轮 你不要一抽二轮 你不要那么软弱无力 有些时候 我们有些动作可以做 譬如 你这太多东西的时候 就很影响你的运动 就很影响你的动 无论你要挡啊 你要走啊 你要拉着一个人 不要给他乱过路 你都没有手去做的了 或者有个人在冲 有个单车在冲 在你的儿子上 你要挡也挡不了 所以尽量 不要那么多个袋 如果一个袋 一个袋握了些东西 那是OK的 或者是去一边 那你怕重的 你就会另一边肩膀伸 但你也要起码一只手 尤其是你要起码一只重力的手 就是你最常用的手 去用来stop别人 或者推开人 或者拉住人 你留一只手在那里 那另外有一些动作 譬如我当你没有手 我经常去教的 我就是会教别人这样摆的 这样摆的 这样摆都可以的 这一样东西 嗯 其实比别人的感觉上 是有距离的 就是你不是一个 easy target 例如别人跟你说话 或者别人不那么友善 或者是一个陌生人 其实你这个动作 或者你这个动作 本身是令到 你跟他之间一定会有一个距离 而且你会好像躲在一个 shield 后面那样 令到你在 confidence上也会好一点 自信上你都会觉得安全一点 如果你跟别人说话不接近 你没有这个手 你会觉得很危险的 但如果你的手放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瞬间做到一个 stop的动作 或者你好像有个 shield 保护着自己 或者可以立刻推开人 而且有一样东西 我会常常教别人这样做的 就是 在这里 譬如我现在这样 你看不到我拿着筆 或者拿着铁匙也看不到 其实就是在这里 看到吗 那你这里看到吗 那你就收到这里 千里不要这样 站大手这样封住自己 不要这样 这样 就行了 那你就会好像 给人的感觉 你就好像是有一个距离 那样 也都不是说十分之太友善 但起码 会令到别人不觉得你一个 easy target 先走 好 那这个原因 其实我在动作上的详细 我在Sales Defense的班里面 会讲得详细 因为我要试试给你看 而且有些人问我的动作 都是要试给你看 我要向后走 要向后吞 或者要走側 人家走前一步 你就要向后一步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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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走得真的很近你去问 你就要向后一步 你就要向后一步 而且手要向上 就是要给人的感觉 就是 他有点戒心 我可能走得 就是给对方的感觉 咦我可能会吓死他 他退后了一步 有点害怕 是不是 那他就会懂得 触回距离 是不是 如果 他走前一步 你退后了一步 比如 你走得很近问 你就退后一步 他依然在走前 那他是不是开始有问题 这个人 这个就是去到我们 sales fan里面 有一个叫做 鬆的 概念 我们有一个不同类型的 鬆的概念 这个我可以 如果大家入片座位 之后的影片再说 因为这个要讲得很详细 好了 那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那下一集呢 就会focus在一些小技巧上面 就是在你 你在不同的场合 你有什么可以做 去令到 你变成一个 Hard Target 那如果喜欢的朋友 都帮手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那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 我都会尽量去解答 多谢大家 再见